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5日的比利晚部 这个周末真的多事发生 我们背后看到伊朗打以色列 真是打得挺好笑 最好笑的是 今次真是illustrate 战力 真是美国以色列 欧洲的拦截能力 还是他有心特意打到什么 怕真是打中 真是打到以色列 但是领落 这个世界上 这些事情是这样说的 希望有些人看到 要量力 我们做了什么都好 喂 你不要想着 我有很多导弹去射 喂 现在真的不是那个世界 伊朗说有一半是击中了 他声称 他说 别人就是99%能力 是99% 不要只看美国 欧洲也是这样说 99% 你自己喜欢信哪个就信哪个 但是其实他都很小心地打的 那他这一场 你问我呢 伊朗这些声明 你信不信呢 射一下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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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国内的人信就可以了 你杀了他那些高级人 喂 那他难道不还拖啊 是不是就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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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我 唯你脱腐放轢 你怕你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那很多事情发生 当然 最令人恐惧的呢 比如识射那些 喂 你真是商场杀人案 喂 你这些真是 你真是没得搞的 你怎样防啊 是吧 最惨的就是那个 BB妈咪 就是这些新闻 你看见 你都觉得 喂 真是人 喂 你这些 澳洲都相当于世无恨 都出現這樣的事 我們都是會很難過的 當然更加大件事就是 阿仙奴不能夠 趁著利物浦失分的時候 竟然在主場 輸了給維拉 其實我在爭觀上 我不太擔心 因為還有六場球 你是不是萬成 一定不失分呢 他做過給你看 他可以直贏 但是打過才知道 而事實上昨天 其實我覺得阿仙奴對球 沒問題的 上半場打得很好 真是進不了球 那你物浦角這樣住人 是啊 但是我覺得整個 組織的形勢 那種漂亮 阿仙奴是更加在利物浦之上的 在上半場 但是很明顯 特別是我要講講奧隊 昨天的初球在上半場 其實就達到世界級了 未到球王級 昨天的表現 但是整隊球 真是不知為何下半場 跌了 這個很關鍵 是不是體力呢 那我就不會賴的 因為為什麼呢 去年你要贏這麼多 比如你萬成 那三貫黃人還要贏這麼多球 一樣是體力的嘛 圍拉也是兩斤 圍拉也是兩斤 圍拉也是剛剛停了 圍拉也是剛剛停了 圍拉而已 雖然是勾脅 強度沒有那麼高 是吧 但是其實圍拉就真的 不過這樣說 圍拉呢 我就最不強是雙殺 被他一球沒入國 但是圍拉呢 你不要管 他現在始終就在第四位 那他當然有一定的實力啦 以次又輸了 似乎 以次又未必有 如果阿仙奴 這個是很微妙的東西 如果阿仙奴 和王馬 不是阿仙奴和萬成 都打到歐聯四強 分分鐘下屆 當然是分數 歐聯的英超席位 就可能有五隊 就變成熱刺也有 但是 我們作為熱刺的死敵 我們都沒有理由專門 如果我不打算入四強 那你熱刺不能入歐聯 又不會這樣 當然這個星期你作客 真是敗人都不容易踢的 最開心的當然我兩邊看 當然是這個 忠於利華古遜就奪冠 你不知道還要拿世界盃冠軍 但是他們就真的 如果稍微對利華古遜 大家現在有看報道 我就很深印象的 2002年那屆 你那時候的大個人 2002年 三亞王 被人笑得就不夠了 還未夠 那屆為何波力克是零射呢 真是大陰莫呢 歐聯 又這樣又那樣了 然後你說古遜 後來波力克那屆 就2002年世界盃 入到決賽 記不記得 巴西 他對巴西嘛 德國對巴西嘛 是啊 又是亞軍 只要他入到決賽勝利 當然那屆他入到決賽算是很幸運的 他入決賽 重要是他 在四強裡面 就是不惜拿紅牌 難接南韓的單刀 結果他決賽也沒有打 他是比利華古遜更強的 波力克當年 四亞王 在一年之內拿四個亞軍 真是不容易的 OK 希望會踢一場好波 今天四月十五日是什麽日子呢 原來今天呢 今天我們的溫單會有些變化 因為有嘉賓來了 本來安排在稍後的節數才出現的 但是我不想嘉賓等那麽久了 可能下一節我們就會先去解答大家的網友的問題 還有大家真的今天一定要留意的節目了 我昨晚在家裏 一度看阿仙奴到維拉的時候 突然間 我想了一個美賽 我未做過的那些美賽 我新創的 OK 那就全部用我公司的產品呢 就可以做到出來 是不是爆炒先 爆炒 好 那我覺得呢 我想下去是有味的 所以我今後做完Proporation 譬如一會兒我再說 到了我做的時候 因為時間有限 如果不是可以表演那些刀工 那就更加精彩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盡快說這些身份性 喏 即是不說你不知道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你會不會記住呢 每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原來今年就在4月15日 去年是不是在4月15日 不記得了 它是定在日子 還是第1個星期四 4月的第1個星期六 我真的不知道 OK 這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那國家安全就當然要教育的 你不教育你怎麼知道 國家安全是重要的 OK 那今天呢 我們偉大的夏寶龍龍龍哥 中央港澳辦工作室的主任 就在這個 視像形式上出席這個開幕典禮 即是他在北京 OK 發表了演講 這樣說 OK 他領導全班子 港澳辦的職員 當然我講的是北京那些 那站在後面 他在前面 我們看了Zoom 不知道什麼 那跟我們連線 OK 給了一個speech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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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後的第一天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否2020年的7月1日 他說 他說 首先有25間重點企業落戶香港 即是哪些 我就是想問你 我想問是哪幾間 不知道 有這樣的事 還有重點 不是義大陸來的 有沒有壓力王子份 阿里王子現在真的 據說真的 刪除了東西 OK 之前說刪除了又可以進回 好像現在真的找不回 25間重點企業應該是重點 我們不是那些二大陸公司 有哪幾間 我真的不知道 各個網上就知道了 他說 也有很多金融文化 和國際盛事在香港接連舉辦 全球頂尖的金融機構 和全球商界的精英 紛紛來港參加活動 可以說是 他們用真心真意和真金百銀 對香港 投下信心票 夏寶龍說 只是看這些 剛才那幾點 已經足以可以證明 香港 仍然是全世界營商環境 最好的地方 講到賺錢 講到盈利 賺錢和盈利 還有成就夢想 它有如宇宙中的太陽 香港 烏雲永遠是遮不住香港的光芒 即是中心來的 香港的繁榮 不是幾篇文章 幾聲鼓掃就能夠唱衰的 香港的發展 也不是幾隻螳螂 幾隻鷹腿 即是烏鷹 烏鷹的營腿 就可以阻擋的 那些 那些 見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鳴 你們去哀鳴 即是不看好香港人 香港的明天 是注定輝煌的 原來是注定輝煌的 其實如果注定輝煌 就不用這麼說那麼多 都輝煌了 是不是才注定的 不用這麼說那麼多呢 那當然 即是 我們生活在香港的人 我們當然是想說香港好 好啦 事實上呢 那主人都挺吹得的 吹得 他當然吹得 不吹得 怎麼做這個位置 七十幾歐了 喂 老實說 我們一定是要努力的 即是不用說了 但有時候 我又不想說 觸字失禮 那些說是注定的 那就真的不用努力都可以的 因為我剛剛 無無聊聊 昨天聽見 老蕭做一段星期日的節目 就是講命定 就是講命定 以及自我思維 這些非常哲學性的問題 我真的要追回他這個 這個題目 看他講什麼 我真的要去學一下 學日學一下 好啦 夏寶龍說 不過 縱然香港明天是注定輝煌也好 我這裡必須 就晚七點啊 你不要理啊 是吧 必須搜奴國家安全的底線 他好像2019年 修例風波為本江大來的毀壞 是大家心中的痛 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他說 香港 不能債欄啊 他說如果不觸奴國家安全的屏障 一國兩制 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都無從爬起 那麼1997年之後 我當時去到2019年 其實香港都幾繁榮穩定啊 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 在回歸27年的歷史裡面 香港人 深刻認識到香港 國家安全條例是保安全之法 是保發展之法 是保民生之法 對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來說 這部法律就是高原的利劍 但是對廣大的香港市民 即包括我和你 這個法律就是保障我們權利自由 財產和投資的保護神 OK 他又引述一名香港市民 跟他說 香港市民跟他說 他說 香港可以回歸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門躺開 任憑盜冊 和他的朋友一同入內 無法識別 就好像安裝現在 就好像安裝了一套精密的安防系統 可以識別盜冊 如果大家有保護朋友 下坡龍說 在足道維護國家安全的平常之後 香港向全世界展現更加安全 向全世界展現更加自由 向全世界展現 更加開放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 全球投資者現在大放心大膽地來香港投資 認為香港的發展比之前 大家加了國安法 如虎添翼 另外夏寶龍龍哥說 有國家作為香港的堅強後盾 並且由智入興 相信新時代列車的香港號的車輪 將滾滾向前 不可阻擋 但是 傳統競爭力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今次招牌也不是一路永逸的 是否注定廢王 他說 如果香港要在發展中 鞏固提升地位和優勢 要積極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大力引進全球的高端人才 大力去發展綠色金融 大力去發展數字經濟 另外 香港要根據自身條件 有選擇這樣 是有選擇 推動新產業的發展 構築競爭的新優勢 夏寶龍提醒我們 阿龍哥說 那 記住 香港由志入興 你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不要再封閉孤立了 他說 香港中國發展歷盡困難挑戰走到今日 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 現在 也都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 不會因為產能過剩論就停滯不前 農哥他说中国发展前景无比光明 而国家就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和抵弃 还没说完吗 还没说完啊 你听不懂 他认为本港融入发展大过 当前最重要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今天说实话我就真的坐言起行 尝试去网上登记拿回恶买卡 但是原来他要我拿旧的回恶买卡 来登入新的资料 那我要明天才做 有广有做的 因为我打算去珠海 不是去云南吗 不是去珠海 靠谎我老友看看货 去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 有望成为全球四大湾区之首 香港你要全面深入参与 好 掌声鼓励 好 掌声鼓励 没什么好评 完全不是困窄 不会 老实说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我读得这么亿阳动挫 起码 是吧 兇窗有力先 但是我年轻这么多 龙哥年纪大 这部电影当然差一点点 最重要是讲话的内容 好了 而且 在国家安全日里面 今天就是香港国家安全教育日 但是国家安全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其实在昨天 就昨天 4月14日 就推出了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重榜专题 当然是视讯来的 就是创新引领国安黎剑的上集 这个创新引领国安黎剑例 就是石字边一个严厉的例 大家知道是哪个 例子 好了 上集 是什么呢 这个视讯 是有十个 即是叫 十大反间谍案 哇 有得看啊 那怎样有 有得看的 有得看的 上网看吧 为什么有十大反间谍案 大家知道我们有反间谍法的 是吧 那这个当然 基于我们国家安全的 这个呢 在微信公众号 大家看看 喂 好东西啊 原来关于 有关香港的间谍的事情 即是叫赖到啦 香港呢 有两宗 一宗呢 就是李亨李案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李亨李 一陣讲 一陣讲 一宗呢 就是 梁城运案 那大家有点印象啊 梁城运案 梁城运案呢 竟然是排到这个十大反间谍案里面 第三位 好 但是呢 李亨李更厉害 我说 他是 十大反间谍案 是 第一位 好 喂 喂 我一看 我现在想直接打电话给阿正 喂 喂 你为什么我不敢知道 就是你 原来这宗案 是啊 又涉及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宗案的事情 喂 你老实说 那我们明白的 不是笑 因为这些间谍 就是国家机密 来的 他现在真的搞定了 先拿出来提醒大家 嗯 之前当然不能说 哇 原来这一个呢 真是最大的恶极 这个李亨李 不是亨李 亨李 亨李也不是姓李 我跟大家说 OK 原名李奴阳 1955年 生于上海 1955年 和法哥同年 但是我看一幅相呢 可以做法哥 如果演戏 做法哥的父母 或者阿爺 李亨李 在国内 在国内竞商 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 赚取第一统金 那节目里面说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这个李亨李 已经因为引有妇女卖淫和诈骗 被公安机关处理 之后李亨李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就生中生争 对这些政府 OK 于是支持各种反华活动 节目里面说 在1993年 李亨李入籍中美洲国家 百力支 我真的不懂 百力支我就懂 日本那只 病干 百力支 方便出境参加反华活动 接着在2009年 李亨李在境外 和反华头面人物 杨某某 谁是杨某某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杨某某 OK 结晰 2014年 香港发生占中事件 李亨李主动通过杨某某 若见大头人物 大头大哥 谁是大头人物 周永康 而且资助去欧洲 参加反华活动 和接受培训 2019年 香港修例风波持续 李亨李和反中乱港的分子欧联 提供资金资助 在他的资助之下 杨某某某 多次将王之锋 周永康 罗冠聪 张昆阳等等 引箭到海外 再配合西方反华的政客 一起对付中国政府 和抹黑香港警察 李亨李做内奸 冲东反华活动的幕后金主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2021年4月 李亨李因为资助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被判处有其同刑 11年 没收个人财产200万人民币 哇 他这么狠罪大 也是11年 那杨某某是谁 不知道 有没有拉杨某某 说实话 是不是杨永雄 不是吧 如果杨永雄 就是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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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說國貴,以後你就幫我做燕仔,好嗎? 真的很奇怪 原來美國人的合約精神 緊要到連做間諜也要簽合約的,簽紙 好了,將他招募為線人 約定秘密聯絡方式 和每個月給他一千元美金 你怎麼這麼笑? 那你有七千多元,一個八九年也不錯 但如果你說做到間諜來說 三八千元也真是窄窄地 你最排第三,在間諜的間諜房 因為八九年,我們現在不是說三九年 八九年,我在香港老闆都賺五六千元 不過我賺得多些,很多人賺三四千元 但你如果等著現在,一萬多元 不如給你三皮東西做間諜? 不要緊,它是便宜 還有一句,根據他業績發行有獎金的 同年,梁成雲加入美國籍 或者包裝梁成雲在美國的社會形象 美方還挖空心思,為他打造人設 虛構他在英國讀大學 在聯合國擔任官員去越南參戰等美歷 那我拿走可信 我看梁成雲的七款 怎麼說都不相信他在英國讀大學 就是這樣 好了 他還要求他主動向美國州議員捐款 以抬高薪價 為了提升梁成雲在華人華僑中的影響力 美方還提供資金 指揮他通過捐款等方式 即擔任多個華僑社團的會長 榮譽會長和理事長 即是支持港版國安法 真的,是美國給他們錢 因為這樣才能夠上位 好在現在踢爆了 否則我還以為是中國政府資助這些人 在那邊搞這些 原來是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真是很壞 文章說,梁成雲通過聚餐 大山,組織僑聯活動 協靠美國駐美機構的人員 刺濫情報 監視在美國的華人 再用專用的手機和電子郵件 隨時向美國間諜情報機關報告 而且,他還會充當美國間諜情報機關的有利 展開釣魚法 什麼叫釣魚法呢? 就是美方屢次要求梁成雲 去指定地點和目標人員見面 然後有時對方從事敏感的交易 然後拼咒證據 即是砌救人 炮製所謂的中國間諜案 即是說過去 美方發現的中國間諜案 原來是拼咒出來的 由梁成雲類似這些人 專門引人出來 屌你拍兩張照片 然後又專門引人出來 握手 但為何美國要給別人 那些間諜反自己呢? 喂 再反反間諜 OK 好了 梁成雲 在幾個美國間諜的指揮下 就成為美國情報機關的 最大 攝取大量的涉華情報 他都可以 OK 又不是這麼大 難道是尖士邦這樣嗎? 就是要平凡的 但是也不平凡的 那一堂微龍 就是 你想像關公一樣的 周聰一樣 對 周聰一樣 或者張飛一樣 好了 文章最後說 2020年疫情爆發 國際航班停運 美國情報 好心急要拿到中國情報 美國情報機關 就指揮梁成雲潛入中國 他好像回去敗散 2020年年底 梁成雲 他用多本身份證明文件 經過香港 中選到內地 頻繁地參加各種活動 廣泛地接觸國家人士 詭襲情報 國家安全機構 經過審密的調查之後 掌握梁成雲進行間諜活動的系列證據 依法對其採取人事強制措施和移交 這個司法機構 他排在十大反駕案的第三位 他也是一段很好看的 一開球 就是拍照他的頭 他就說 我很好看 像李鐵這樣 簡直是李鐵那一隻 我本來都 因為一時的貪欠 租流過 國家的嘴輪 大家真的要留意 以後4月 記住4月15日 明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是哪一天 清明後的星期一 或星期日 都可以的 好 休息一會 那